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娱乐方面的花费超过18000元 几乎是市府制定预算的9500元的两倍 文件显示他前往温哥华 蒙特利尔 沃泰华和多伦多的餐旅费用惊人 包括在沃泰华住宿最顶级豪华套房 餐费超过4000元 主要是在乔治王子城的餐馆 全部由纳税人出钱 于信友的支出明显高于前任市长霍尔 后者在任期间最后一年的支出刚刚超过9000元 2019年霍尔担任市长的开支最高为16000元 根据各城市每年提交的财务资讯报告 于信友的支出也与其他类似规模的城市市长的历史支出预算不符 于信友表示 相信自己的旅行符合公众利益 并有助于提升这座城市的形象 他将超支归咎于通货膨胀 还有一些更昂贵的项目 包括6月23日他前往沃泰华纪念加拿大排华法案100周年 两天形成参加在加拿大参议院会议厅举行的两小时活动 花费超过2000元 其中包括759元的费尔蒙洛里尔城堡酒店房间 这次旅行先前并未透过该市通讯办公室或市长本人的声明 向乔治王子城市民公开 当地媒体也没有获悉市长出席了此次活动 于信友解释 这一事件是为了纪念加拿大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 当时华人受到歧视 他相信还有其他当选的BC省华裔市政领导人出席活动 但记不起是谁 他说行政助理选择住宿这家豪华酒店是因为他位于市中心 当被问及为何不公开他出席了活动 他说也许当时我的活动协调尚未与乔治王子市通讯团队同步 他相信市议员们知道这次活动 但他没有提前和市议员讨论这次旅行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倡导政府问责的非盈利组织民主观察联合创始人 克纳切表示 人们普遍认为民选官员的支出应该符合公共利益 但往往最缺乏对市籍政府的监督 克纳切表示公众或媒体有责任追踪开支 并在民选政府过度开支的情况下追究他们的责任 还有几起于心友在当地花钱的例子 包括在几家餐厅与外地团体和当地人一起用餐 有一次于心友在乔治王子城的酒店住宿一晚 花费纳税人242元 但于心友的家距离该酒店仅约5公里 那被问及此事时 他说当时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留在旅馆 而不是搭计程车回家 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在与Amblia Capital Corporation 潜在投资者举行的商务会议后 当晚无法自己开车回家 如今他承认住宿酒店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计划偿还242元 于心友强调他希望成为3A市长 平易近人负责任注重行动 他称上个月才得知自己超出了预算 从此他就控制了开支 一位加拿大母亲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保护儿子时被枪杀 她的家人将她视为一位殉道者 一个甜蜜的天使 Sabrina在即将庆祝25岁生日的几周前 在美国奥斯汀去世 她是12月5日一名持枪嫌犯 在该市进行随机袭击后的6名遇害者之一 根据一个GoFundMe页面 当Sabrina与她的孩子散布归家时 她目睹一名工人被枪杀 筹款活动中写道 为了保护她的儿子 她迅速做出了反应 跑到一个邻居家 并把儿子的婴儿车藏在了一些椅子后面 不幸的是 她正面遇见了袭击者 她的生命在一次毫无意义的抱不动 行北中被夺走 Sabrina大约一年前从BC省的苏里搬到奥斯汀 她去世后留下了丈夫儿子 以及对家人永恒的爱 现在Sabrina的家人必须应对这场 令人心碎的损失带来的后果 筹款活动中写道 尽管悲痛难以 家人们像她一样倾注对儿子的爱 并以此来纪念Sabrina 筹款活动目前收到超过3万元的捐款 捐款将用于支付丧葬费用和照顾他们的儿子 加拿大多伦多警方日前公布了一份公共安全警报 提醒华人社区的居民要提防一种持续发生的诈骗活动 据称受害者被威胁称 如果不付款就会被引渡 警方表示这类事件时有发生 而且越来越多 因此他们向公众发出了这份警示 据多伦多警方发布的通报称 受害者们接到一名讲普通话的陌生人电话 对方通称自称是某大型移动通讯公司的客服 然后对方会告知受害者说 在中国有人以其名义开设了一个账户 而且该账户被用于实施诈骗行为 警方称接着这名打电话的人 会把受害者转接给另一名自称是中国警官的人 这名警官会警告受害者 他们正在接受诈骗案的调查 并威胁说除非提交一笔资金 否则受害人将被引渡 警方还表示在另一些案例中 警方会要求受害者汇款 以清除受害者在中国相关涉案名单上的名字 多伦多警方并未透露 他们收到了多少关于这种诈骗的投诉 但他们建议公众在接听未知电话时要保持警惕 尤其是当对方是外国人员并威胁说 将受害人加拿大引渡 要求受害人支付调查费用或损失 来弥补在海外犯罪的成本 以及在电话中威胁受害人的时候 此外警方敦促 任何人不要在电话中提供个人信息和银行账户细节 不要提供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也不要按电话中的要求将资金汇往海外 包括加密货币 警方表示 如果您向任何人提供了敏感信息 应联系信用卡机构并监控您的账户 任何拥有相关信息 或认为自己可能是这种诈骗的受害者的人 应拨打416-808-7300联系警方 或匿名拨打416-222-8477 或访问灭罪热线网站 BC省Kan Loops市长接到该市消防局长的命令 要求他移走一辆 停放在自己公司范围内一年多的烧毁车辆 但他拒绝这样做 于是两人杠上了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Kan Loops市长杰克逊此前 拒绝了拖走被烧毁车辆残骸的请求 该车停放在他所拥有的位于西维多利亚街 汽车销售中心范围内 我要把它放在哪里 他12指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说 市长表示他已经在家中存放了其他几辆车 没有空间可以容纳更多 这辆烧焦的汽车没有后窗 里面似乎有毯子 市长表示他曾尝试用防水部覆盖这辆汽车 但防水部不断地被扯掉 True Market T-Quai B0 CP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轨道 周围环绕着其他几家企业 与两幢社会住宅大楼隔街相望 虽然停车场上的大多数车辆都被锁起来 唯独这辆烧毁的SUV放置在露天 市长说他没有其他地方级空间能够停放它 而且他说他有权在自己房产上存放所有类型的车辆 我的停车场上可以放50辆车 他说 Kalups消防局长乌泽洛克则坚称这是安全隐患 那辆车发生过两次火灾 我们一直看到人们被他吸引 试图在里面避难 他说 我认为它存在火灾隐患 我已经要求将其移除 如果不从 我们将采取措施 乌泽洛克坚称 他下令移除这辆SUV是为了公共安全 并非出于政治动机 他说 今年到目前为止 Kalups消防救援人员 至少因为125通医疗求助电话 被派往杰克逊停车场所在街区 乌泽洛克说 他希望移除这辆车的原因之一是 看到它已经被烧毁 有人会想在里面生火取暖 他担心今年冬天可能会有人 因为在SUV中露营失火 危及人身安全 市长则辩称 他应该被允许在自己的财产范围内存放车辆 而移除他并不是解决该地区 持续存在的街道混乱问题 一位奔克华居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因为喂鸟面临着4000加币的巨额罚款 Ready用户杜布表示 他喜欢在附近被乌鸦 一边遛狗一边喂鸟 他声称此举激怒了一些人 其中一人费尽心思的联系他的房东 以获取他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 他在帖子中表示 在温哥华喂养野生动物被罚款4000加元 最近市政府通过电子邮件和语音信箱联系了我 自从收到市政府的来信后 杜布说除了一只鸟以外 我已经停止喂其他鸟了 他说 我人在喂养的是一只有点害羞的雌性鸟 它的脸颊和眼睛周围有一些白色的羽毛 他表示 我还认识其他乌鸦如果不扔下一些食物就很难经过他们 尤其是每年的这个时候 目前尚不清楚他为何被罚款这么多 温哥华市府的网站上写道 任何喂养野生动物包括蛟狼 鸟类 松鼠和浣熊等人可能会被处以500加元的罚款 据Daily Have报道 温哥华市政府表示 这名当地人可能面临多项犯罪行为 但他们没有公布罚款的细节 据温哥华市称 喂养野生动物是不安全的 因为这会减少动物对人类的恐惧 而且他们也会变得依赖于您喂养他们的食物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